好,現在我要介紹第一種類型的長微分方程式的解法 這種類型的微分方程式 它的標準形態可以把它表達成 Y對X的微分等於跟X有關的函數形態 那這種類型的問題只要左邊對X變數做積分 右邊也一樣的動作當然就算完了 左邊對X變數做積分 右邊也對X變數做積分的動作就好了 因為不定積分的關係要加上積分長數給它 所以左邊的部分微分跟積分抵消掉了 抵消掉之後Y就算出來了 右邊的話只要給我一個適當的函數F 我就可以算出它那個積分值是多少 好,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想說給一個Y對X的微分等於sin3X的一個問題來解看看 好,現在你所看到的左半邊是單獨一個Y對X的微分 然後右半邊的話是跟X這個自變數有關的函數形態 就是上面所說的標準形態 處理這一類的問題 我們可以直接左邊對自變數做積分的運算 右邊也一樣的動作,反正就算完了 好,我們來解看看 好,這個 原來的方程式 原是對X變數做integration 因為我們原來的方程式是Y對X的微分等於sin3X 好,所以左邊對X變數做integration 好,右邊也對X變數做積分 好,不定積分的關係 我要加上一個積分常數給它 好,那 左邊的部分是微分跟積分抵消掉了 所以左邊就算出Y沒有微分的這個應變數Y了 好,右邊的話 基本函數的這個積分應該都要記一下 好,如果能夠記下那個積分公式的話 我們馬上就會知道說它是負的三分之一乘上cos的3X 然後再加上一個積分常數C給它 好,這是我們一個示範的例題 那現在我再加一個示範的例題 好,這個示範的例題 類似的一個狀況 好,這是第二個示範的例題 我們想要解這個標準型 hi的微分方程式 好,我們讓它的右半邊是X的平方 好,解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採用剛剛的觀念就可以算出答案來了 好,我們現在是要去解什麼呢? 我們現在要去解Y對X的微分等於X平方的問題 好,那現在左邊對X變數做integration 好,我說這是第一種類型的微分方程式 好,右邊的話是X平方對X變數做integration 好,那不定積分的關係要記得加上一個積分常數C給它 好,左半邊的話 微分跟積分比消掉了 所以得到應變數Y 好,那基本函數的積分要有概念 好,這個數會變成三分之X的立方 加上一個積分常數C 好,就這樣一個簡單的示範說 到底要怎麼樣解這種標準的問題 這最簡單的標準問題 好,請同學參考一下